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再做一期节目 就是前两天呢 我的一个老朋友 跟我一块办学的 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 给我寄来一篇东西 叫做尊重历史事实 中共的诞生与成长 我觉得不错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尊重历史事实 中共的诞生与成长 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 中共是共产国际派人来 推动建立起来的 而共产国际不过是苏共手里的工具 苏共派来的催生者 就是27岁的维京司机 他是建党的第一推动力 当年他奉命到了北京 找到李大钊谈建党之事 李说这个问题太大 你要到上海去找仲浦先生谈 仲浦先生即陈独秀 当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维京司机带来的思想 大家接受了 他思想的内容 就是马克思30岁时写的 共产党宣言的精神 两个决裂 和私有制 和私有观念决裂 进行爆裂革命 搞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还为中国建党 带来了足够的经费 金卢布 这种物质的力量 也是不可忽视的 开会 印刷宣传品 派人出差活动 处处需要钱 这在前苏联解密的档案中 留下了明细的支出账目 很可观 当时有人叫中共为卢布党 由此也可以看到 苏共对通过共产国际 向东方输出革命的重视 把中共的事情 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 苏共中央开200多次会议 讨论中国问题 派人在中国工作 从未间断 实际上可以说 幼年时代的中共 不论在思想上 还是物质上 都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 国际捕育的婴儿 他是吃着羊奶长大的 特别应该思考的是 党的幼年时代的许多纲领 即建党干什么 都是非常明确 是消灭私有制 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些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 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证明 消灭私有制 不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 都是错误的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就是因为我呢 今年是接近74周岁 我们呢是 我是60年 小学毕业上的初中 高中 就是上了六年的中学 后来我就上山下乡了 所以对于这段历史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 他是呢苏共派来的 27岁的维辛茨基 我对他很不了解 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过这事 但是呢后来我就查了一些党史材料 和一些党史的一流专家 确实都是这么说的 这维辛茨基是什么人 当然是俄国人 有人说他是犹太人 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那时候呢没有照片 或者很少有照片 所以现在呢你也看不见 维辛茨基 27岁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什么样啊 他后来什么下场啊 这个但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老朋友给我传这篇文章 我觉得很 很有必要跟大家会儿的谈啊 说呢中国的南陈北里 谁都知道 南部的陈东秀在上海 北边的李大钊在北京 这是建党的两个元老级的人物 可是这两个人呢 他们居然都没有参加 1921年在上海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称之为一大 我们明年有可能开20大 所以说从一大到二大之内有一个谜 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 或者说党的元首领导都是陈东秀先生 六大居然在莫斯科开的 你说你中国共产党 你开全国代表大会 你跑到莫斯科干嘛去 他莫斯科他是苏联的首都 或者是俄国的首都 当时我就是一迷 老师呢一袋过 他也不跟他也不跟我们讲 我们也不怎么问 但是我脑里是想过这事 你跑过车干嘛去了 后来呢说六大的总书记 是不是陈独秀啊 说不是啊 因为据说呢六大呢 这些党的代表大会 他们呢 差额选举一个 所谓总书记 但是后来斯大林就定了 斯大林就定 就是他就定的是那个 向中发 你说斯大林是一个俄国人 他凭什么给我们中国共产党 定我们中国两大总书记 而且你们凭什么 把陈独秀给免了 你免了一定有个说法啊 人家是一大到五大总书记 你想想 中共现在开了十九大 一到五 当过五次中国共产党的 总书记的陈独秀先生 怎么就给免了 据说后来还给开除了 所以对于这些事呢 我就想呢 咱们都谈一谈 因为毕竟今年是一大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零一年 咱们得把这事来好好搞清楚 是啊 这个 而且呢 中国共产党呢 他的宣言叫 共产党宣言 前两年 习近平主席 说 重新学习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 我学过吗 我当然学过 我可能在小学六年级 五年级的时候 老师就说过这事 上中学 后来上大学 我都学过呀 而且我们人民大学的 我在 去人 就是 七八年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人民大学副校了 我们这人民大学呢 是延安 那时就办的 我们的校长叫吴玉章 吴玉章老先生 是建党的一个元老 那么到七八年 我们副校的时候 我们的校长兼书记 程房武校长 而且程校长呢 专门就是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 第一流的专家 他跟我们讲过 这个 共产党宣言 有两个精神 就是所谓的 两个决裂 和私有制 和私有观念决裂 当时有一个电影 就叫决裂 所以我们对这种事情 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呢 就借着机会呢 我给大家 这个 再看一看 就是啊 这个历史事实 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 毛的时代 1949到1976 走了大弯路 而无产阶级专政 不论在今天 还是在明天 都是虚幻的概念 较为明显的是 中共早期建设的 国中之国 瑞金政权 也叫苏维埃 更加不堪回首的 是党内 自残自虐 派性斗争 杀害了成千上万的 AB团 什么是AB团 被杀的人 自己还不知道呢 A是反对 B是布尔什维克 Anti-Bolshevik 认为反苏的 就应该杀 残暴 是列宁的 党本质属性的反应 实践证明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的四个服从 是反对民主 实现个人极权的 组织原则 党究竟是在 1921年 还是在1920年 诞生的 这个话呢 就是我给 刚才我就给大家讲了 就说你到底是21年 你是一大 你还是21年 你开的是 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大会 人家跟我讲 这些党史系的专家 搞历史的人 或者比较有学问的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 就跟我说 实际上是20年成立的 但由于那时候很 有种种原因吧 就是他成立的时候 他那个党章 应该有个 至少得有一个草案吧 没有 后来从有些文献中 找出来了 21年的原来 刚才是7月1号 后来改成7月23号 后来当时我就问他们 怎么回事啊 怎么差了23天呢 后来人家告诉我 那7月1号啊 那是毛泽东定的 他定的 后来呢 现在呢 由于实事求是 得到一定的恢复 所以现在呢 又告诉了 是7月23号 在哪开的呢 一开始在上海 后来呢 由于出现了问题 他们就挪地了 挪到一个湖 原来说是上海的 这个 原来说杭州的西湖 后来又改成了 是 这个另一湖 嘉兴的 南湖 所以后来到现在 党案解密以后 这些党史系的专家 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 考证这事 最后定在了 是 嘉兴的南湖 所以说 所以像像这些事情呢 我就说 我们都得清楚 得清楚啊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马克思 30岁时候写的 《国政上宣言》 这个一个幽灵 这个幽灵是谁说的呢 是德文 而且人家 马克思恩格斯 人家都是德国人 而且人家写的时候呢 交谈的时候 用的是古德语 古德语 一般德国人 也听不懂 因为我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朋友 在德国住了 好几十年了 我问他 他跟我说的 他德文没错了 因为他在德国 已经工作了 好几十年了 他说古德语 一般德国人 也听不懂 他们彼此交流是古德语 由古德语 变成现代德语 由德语 翻成了英文 或者俄文 所以幽灵这个词 是王明 他曾经当过 中共的一把手 那时候他在俄罗斯 他在俄国 他用了词叫幽灵 后来我们学校的校长 程芳武先生呢 人家给他翻译成好几个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重要的文献 文件或者文献 那么对于这个词 说共产党是干嘛的 是吧 最开始 马克斯恩格斯写的 共产党宣言用的什么词 后来就改成魔影 魔 就是那个妖魔鬼怪 那个魔 电影的影 叫魔影 后来又改成魔兽 兽就是野兽的兽 后来又改成怪影 好十几个词呢 因为我的 我们我到人民大学 那时候的第一个 副校以后的校长和书记 就是程芳武先生 老人老先生 活到接近一百吧 这个至少九十多岁 头号专家 这都是公认的 他为了翻译 这共产党宣言 好像中文的版本几十个 有人说不止 上百个呢 因为你想他语言不一样啊 你想有古德语 德语翻译成英文 俄文 完了再从英文 俄文翻译成汉语 汉语还有简体字和繁体字啊 所以这个翻译的过程 也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任何语言都是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 你翻译它 它必然有不差 所以我一再 我给他们讲课嘛 就是人家胡锦涛总书记 说我们有不动摇 不懈怠不折腾 这个不折腾 最开始是出现在 胡锦涛总书记的正式讲话里 那么这些外国人 人家说英语的人就想 哎 这怎么翻译啊 你要从字面而翻译 不折腾 就是所谓的 不翻来覆似 不颠来倒去 觉得这些词呢 这么重要的词呢 这么翻译都不是很全面 最后人家做了一个决策 音译 就相当于干部 干部是日本语 我们中国叫官僚力 官就是领导干部 力就是一般干部 僚就是所谓幕僚 就是所谓政策教室的人 后来就把这官僚力 通通翻译成干部 所以它是日本语 所以说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幽灵这词 现在呢 我的官方的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的 都是权威 哎 应然翻译成 一个幽灵 幽灵什么东西 鬼魂 死人的灵魂 叫幽灵 一个幽灵 在欧洲徘徊 那你跑我们中国干嘛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呀 徘徊到 俄罗斯 由俄罗斯 徘徊到我们中国 由中国到现在 不走了 我们这还得说呢 重新学习 共产党宣言 还是这句话 一个幽灵 所以这些事呢 都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也愿意 借这个机会呢 给大家 分享一下 刚才念到 念完了 对 我再插一句 就是说 我这个花呢 是前 昨天 前天 原来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个 我的一个学生 他来这 看我来了 这他给我买的 我一看挺好看 今天一早一看 开了 所以我就搁在这 大家一块分享 继续念 党究竟是在1921年 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 这个问题 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 现在苏联党案解密了 苏共通过共产国际 培养的这个党 他早期的情况 已经真相大白 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组织力量 把这个浩大的党案 翻译过来了 1997年开始出版了 共产国际 联共部与中国革命党案 资料从书 从党案1920年到1925年 卷中 第一集31页 我们可以看到 维京司机在1920年8月12日 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 开始即说 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 在上海成立了 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 由5人组成 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 下设3个部 即出版部 宣传部 组织部 当时以明确 五位领导核心 书记为陈独秀 出版部长为汪元 宣传部长李达 组织部长 组织部长张国焘 为京司机 是国际的当然代表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 一个支部 李达说 这儿实际上 已经是全国 包括国外 中国共产组织的 一个核心 1920年8月22日 在上海成立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 新青年成为党刊 还办了党刊 共产党 公开打出了 共产党的旗号 这一年 在上海渔阳里 对 渔阳里呢 应该是上海的一个地名 我没去过 我判断 就是上海的一个地名 渔阳里 对外 叫做外国语学校 总之 1920年 注意啊 可不是21年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 因为他们一开始 做节目 很多人都说 21年 共产党成立了 20年成立了 1920年 在渔阳里 已经完成了 建党的五大任务 各项工作 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已经集中了很多人 任毕石 罗亦农 萧敬光 刘少奇等 都在党校学习 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 重要领导人 党校 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 去苏联去学习 可惜 毛泽东 没有到达这里 所以这段历史就被抹杀和掩盖 大家明白着 毛泽东没来 以后以他为头了 他没来 就这段历史就被掩盖和抹杀 但是他已经死了 而且现在一大已经100年了 共产党成立已经达到101年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老师 我觉得我特别有必要 跟我的听众或者是学生 讲清楚这事 我说我要强调这个事 别搞错了日子 这么大的一件事 动不动就是100年 一大100年 共产党成立101年 对于这段历史 当时人有许多的回忆记录 最可靠的材料 就是共产国际 中共代表团档案 保存的一份 写于1921年的一个材料 因为你要说到这个档案 我的一个老校友 就是我们北京四中 在66年那年初三二班的一个著名的学者 沈志华 他比我小三岁 在1966年那年 沈志华是我们北京四中初三二班的一个学生 我是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一个学生 沈志华是预满全球的一个学者 而且做学问非常的认真 他在前一阶段 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的那一阶段 他去苏联不止一次 他利用自己的财力 和他的经历 他把苏联保留的 包括共产国际的那些档案 他都基本都拿到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全世界一流的 冷战史的专家 他我我见过他 他做学问非常认真 比如说毛泽东 给萨林一封电报 真的假的呀 那你发电报 你这不得有发稿 那边呢得有收件啊 所以他得把这个发件 收件就对下来 哪天发的 甚至于是几点几分 这个谁发的谁收的 他把它对起来 证明这个文件是比较可靠的 所以做学问非常是认真 那是我们北京四中的骄傲 我们有这样的校友 我们感到很光荣 所以以后呢 有机会我们请他来 也给大家答疑 或者继续的讲 还是那句话吗 充分的认识过去 你这些档案 你得核实他呀 他有他有假的 有不实的 有不 有些 不是完全百分之百对的 就都得核实 所以我今天的指示呢 看了这篇东西 我觉得比较可靠 因为给我记得的人 我认识他 我们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是吧 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这个 最可靠的材料 材料就是 共产国际中 中共代表团党案 保存的一部分 写于1921年的材料 其中写道 中共是去年成立的 领导人是享有 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 陈独秀同志 1920年6月间 筹备成立了共产党 起草党纲十多条 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泰雷也是个历史人物 也很有名 张泰雷在1921年 写给共 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 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 是1920年5月份 组织成立的 谁说的 张泰雷说的 张泰雷给谁 什么时候说的 他是21年写给 国际的报告中说的 中共最初是中共支部 是1920年5月 组织成立的 整个中共 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 1921年7月 党召开了一党 代表为13人 共产国际的代表 两人 这次会议的特点有 大会是在7月23号开始的 所谓七一 是因为战时 无法核实 毛泽东亲定的时间 谁说的 他说的 毛泽东自个定的 他有权 他有一把手 他定 哪天 7月1号 现在改过来 他差了23天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集权兽 有多么霸道 日子还能定 随便定 会刚开始集中 有寻有租界的寻谱闯进来 国际的代表 马林 已经不是维近四季了 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一 在这时候 没有 在这儿就没再开下去 代表们利用 于阳那里的讨论 如何进行下去 周福海 客户后来变成了 罕奸 建议去杭州西湖 李达 还是决定去 嘉兴的南湖 认为那儿比较安静 他的夫人 王会武的娘家在那儿 比较方便 王会武在上海 也负责安排 一大的会武工作 名为会武 谐音是巧合 第四重要的是 毛泽东出席一大 这不仅后来赋予了 一大伟大的意义 还使一大会者 成为革命胜利 实际上 二零年建党之后 党安排了一大 并不是召开一大 才建立党 注意这句话 是一大的时候 就党建立的时候 安排了一大 而并不是你开了一大 你才建了党 因果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嘛 虽然一大也很重要 但作为建党的标志 是勉强的 我认为是错误的 什么叫勉强啊 勉强说的还比较客气呢 我这人就是说话比较直 你把这个 一大 变成了是建党的一个标志 是错误的 是荒唐的 主要的建党人 陈独秀 李大钊 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 维京司机 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如果是建党的会 这些党的领导人 创始人都不参加 这叫建党的会吗 这叫荒唐 可见 当时并不认为 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 因为建党的工作 一年以前早就做好了 维京司机 是联共 中央派的呢 他走了以后 经费一度中断 活动不得不停止 马林是共产国际 又派来的 召开中共一大 是他的伟大业绩 在一天的会议上 他讲了两个多小时 是代表国际 居高临下做指示 是吧 完了 这个不久 批评 他就批评 就是这个马林批评 说你们花了这么多钱 工作成绩太差 周波海在他的韩风集里头说 陈多秀是个硬汉子 对于这句话 陈多秀是一大道五大总书记 他是个硬汉子 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 陈多秀说 我们花的并不多 大量的是你们任意挥霍了 要求马林认错 否则聚不见面 这就是陈多秀的性格 特别应该指示的是 建国后 李达作为武汉大学的校长 犯了所谓三大错误 他透露了 毛泽东到达一大时 还不是党员 他还只是个团员 他说 既然来了 就参加吧 回去以后 再参加中共 你想想这话 来一大 党的一大 他不是党员 他最多是个团员 他怎么能参加党的一大呢 当他来了 所以当时那个李达就说 既然来了嘛 来了就参加吧 回去以后 再参加中共 你听这实践啊 他说 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 但是在思想理论上 可以和他讨论 大一进启动时 李达对毛泽东说 头脑不可发热 你发热 中国人民可就难受了 要受难了 文革中 武昌掀起了批判 斗争 李达的高潮 最终停医 不给治病了 停药 而死 今天 在一大会址上 可以看到与会人的蜡像 只有毛泽东 站在那里 做宣讲状态 大家共听 假的 毛泽东 他不是党员 他怎么就参加一大了 他参加一大 他也不是正式代表 所以说呢 这个 毛泽 毛泽时代 从27年 不断营造个人崇拜 他已居军位 就是皇上 军王 今天一大会址的形象 就是造神的重要标志 文革前夕 党决定在余阳里 陈独秀 建党 纪念 在那个 这个陈独秀等 建党之地 纪念 纪念馆 后然突然停止 至今 已经有百年的旧贸 陈独秀 因为公开反对 右倾路线 被开除 而后 右倾路线 造成的损失 却由他负责 国际代表 包罗廷 指示陈独秀 接班人 徐秋白说 责任只能由 陈独秀负责 这要顾前大局 这是包罗廷说的 这是包罗廷 给人家陈独秀 泼得污泥浊水 人家本来反对 你们这右倾路线 结果呢 右倾这造成的责任 由陈独秀负 而且包罗廷还得说 只能由陈独秀负责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种 造神 这种所谓 个人崇拜的 这种恶习 给我们中国 或者叫中国革命 中国人民 带来深重的灾难 所以为什么 今年我们要 好好的来 讨论这事 就是这意思 徐秋白 只好如此 但在他去世前留下的文字 多余的话中 对此反映出无比歉疚 忏悔的心情 所谓挽救了自己的灵魂 毛泽东 在建国前 起码是在1942年 陈独秀去世前 还一直讲他的好话 但在建国后 外交政策一边倒 称斯大林是伟大的父亲 历次运动 把陈独秀拉出来 说和他是敌我矛盾 这时是看着斯大林的眼色 讲话了 1952年 把托派一网打尽 作为献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 这就是政治 中共总书记公然站出来 反对斯大林的错误路线 这本是中共的光荣一夜 反映出民族的浩然正气 中共却把他开除党籍 使他成为一个被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罪人 有趣的是 蒋介石据此认为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重点追捕 长期关押 国共两党合机一人 陈独秀案 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坛的一大奇案 陈这个总书记的命运 简形的说明了中共和苏联的关系 陈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这是不允许的 尽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党必须开除自己的创始人 你们想起这道理 尽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党还要把自己的创始人 一道到武当的总书记开除 你们想想党犯了错误 后来就犯了文化大明的错误 不是偶然的 你知道现在党还犯错误呢 就是今天党也在犯错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充分的认识过去呢 我们可以弄清现状 还是这句话 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 我们可以揭示未来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这个 这也说明了党在初期 陈东秀在建党之后 曾任五届总书记 召开六大使 全体代表被通知到苏联去开会 这通知 不是说你们代表 有自主的能力 没有 你们接通知了 去 就全跑莫兹克去了 在斯大林看来 他有这个权利 在我们看来 在正义的人们看来 他没这个权利 你斯大林你是个暴君 而且你是个俄国人 你凭什么指挥中国的革命啊 对不对 他就 这个指定了向中发 向中发后来叛逃了 他带有大量的 他把共产党大量的资金 他也被掠走了 你说他什么人呢 六大 斯大林指定的一个党的一把手 就是个再逃犯 当然这个 这跟共产党党还没有太大的责任 斯大林指定的 人家中国人党的这个六大的代表 人家插额选举了一个总书记 斯大林管你那个的 我认命 就是向中发 向中发就是了 陈多秀就撤了 就没这事了 以后从六大以后就没他事了 是吧 后来 这个 陈多秀就讲 斯大林指定的这个党的一把手 携款潜逃 闯建中共的陈多秀 大大吃了国际共产共运的苦同 所以我才感参 善非恶之敌 善非恶之敌 叫好人斗不过坏人啊 陈多秀说的 好人斗不过坏人啊 这句话对不对 到现在都对 但斗不过你得接着斗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的历史 是你好人你斗不过坏人 陈多秀说吗 他看到苏联内外政策造成的腥风血雨 陈多秀压根就不承认苏联是受制于国家 对不对 对 苏联怎么成受制于国家了 社会官能这么干吗 尤其是列宁 组织密闭警察 把人家苏共的创始人 苏共共产党员给杀了多少啊 双手沾满了苏联共产党的鲜血 就跟毛东一样 毛东也是搞运动 他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的鲜血 你注意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 对吧 他就压根就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实事求是 符合我们人民大学的校训 实事求是 苏联怎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你想想 他认为苏联的暴政 并不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而是那个社会制度造成的 社会制度哪来的 这不要把这个责任都推到一个个人 也不要把责任都推到一个制度上 那制度哪来的 那制度从天上掉来的吗 这苏公的这暴政的制度 是不是苏联干的 是不是苏联共产党员干的 所以有一句话我想起来了 说雪崩的时候 每一片雪花都有责任 雪崩哪来的 那不是一个雪片 一个雪片加起来的吗 还有一句话 压垮骆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想那稻草能压垮骆吗 但是那一根一根 积累起来 最后总有最后一根 最后一根稻草 重量很轻 但是你给他加了一点 因为骆涩已经受不了了嘛 最后最后给他垮了 给他压垮了 所以这些事就是 谁也不要推去责任 你说都制度 制度哪来的 你说都是个人 当然不是个人 他看到苏联内外政策 造成的腥风血雨 压根就不承认 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他认为苏联的暴政 并不是斯大林 个人品德造成的 而是那个社会制度造成的 仅仅批判个人是不行的 晚年他回到五四 认为人类的光明 在民主和科学 世界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 这个东西 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 陈独秀一生的苦难 根本原因在自己当年 上了第三国际的船 而中共和苏共 有着难分难解的血缘关系 恩格斯谈到人性是说 人来源于动物界 永远也摆脱不了其属性 原文是兽性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人你是动物进化来的 所以人当然有兽性 但是你注意人还有人性 人性还往前走呢 人还有所谓的神性 或者说叫这个善 但人呢 他当然是两面的 人性里头既有善也有恶 既有神性也有魔性 魔就是魔鬼的魔 所以说对一个党来 说也是如此 21世纪 陈德秀又站出来了 还被誉为世纪的曙光 但是有些人还不 不是不喜欢他 这是专制主义本质属性的反应 和党的血缘有关 社会总是不断的进步 这种观点也不见得对 进步主义不对 进步对 但是不要加主义 所以我非常的赞赏 胡适那句话 少谈些主义 多说些问题 这句话非常到位 就是吧 这个 动物就说本质属性 这话就有点片面 这个 这个在现在新建的 独秀源 和中山灵 已经交相辉应 中山灵 是记得孙中山的 这个中国的党 是在外国人操作下成立的 注意这句话 是你中国共产党 你是在外国人操作下 成立的 成立以后 在政治经济上 是外国人哺育长大的 他的一举一动 都由外国人操作 他的灵魂 纲领 和中国的国情 错位 成长过程 是列宁主义 和中国千百年来的 专制主义的 相结合的过程 而马恩早就与时俱进了 他们是马上得天下 而后马上治天下 暴力革命 和人类社会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权 这一系列的人类社会发展的 主流是相背的 我接这句话说的好 真正的民主制度 这一步还难以迈出去 中共至今 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 和政治框架 所以 这个优秀的老干部 活到102岁的李锐 曾经就说过 他就盼着 中国宪政大开张 宪政就是宪政民主 他都活了102岁了 他盼着大开张 但是他到死也没有开张 而且现在还在开倒车 他不在没开张 他开倒车了 他 中共至今也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和政治框架 所以我们正是党的初期的真实情况 看到了历史的局限性 是十分必要的 人贵有自知名 什么叫贵人 就是有自知名 陈多秀被国际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并开除党籍之前 从通知他到苏联去学习 陈多秀断然拒绝 他说我干中国革命 我到苏联学什么 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苏联领导 苏联的革命要我领导行不行 这是震撼历史长空的一声巨吼 所以陈多秀堂堂正义 但是本人开除了 而在人家最后呢 说这些话 你想非常有棱角 中国革命 为什么要让苏联领导 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很荒唐 马恩列斯是个洋老头 一句中国话不会 当时重要的活动 比如国庆 天安门有大会 天安门楼上挂了一个毛泽东的主席像 跟他对着的 纪念碑的前面挂了一个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那个广场上呢 这边是马恩 马克思恩格斯 这边列宁萨林 看了多少年了 有一次我记得改开放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国庆 我又去了 一看摘了一个 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还在 这边萨林摘了 变成萨了 我印象特别深啊 因为你想想 四个画像一直在这摆着呢 最后变成三个了 后来再过了一年 还是一届 四个画像就都没了 后来还剩俩 毛泽东 天安门上了 对过孙中山还有 现在好 孙中山我 我最近我没回去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也可能就没了 但是毛泽东的画像还挂那了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呢 人家这个 陈东秀这句话 我干中国革命 我到苏联去学什么 学法律思想 学苏联大促法 当时列宁就杀人呢 他有一个特务头子 叫杰尔仁斯基 苏盘委员会主任 那中国后来不就成立了 叫做中纪委吗 那不就跟苏联那苏盘委员会学了 怎么专门整党的高级干部 就整整自己人 所以说这个 他说为什么 中国革命 为什么要苏联领导呢 苏联的革命 要我领导行不行啊 你听这话 震聋发聩 这是历史长空的一声怒吼 他不仅表达了正义的豪行 而且表达了理性思考 所以说呢 借这机会 我们把这个 就是前两天 我的一个老朋友 他们给我发来的这一篇文章 我觉得挺好 所以今天来 我跟周航我们俩 把他再念一念 好 那谢谢大家 而且最后还有一句 就是我昨天看见的 就是马克思 在多种场合下 激愤的指冲 我播下的是龙肿 说或者是跳蚤 因为现在有好多人 说我死了要见马克思 这对于中国人来讲 这都是耻辱 你们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人 你们死了以后 见你们的子孙呢 不是见你们的祖宗啊 比如炎黄二历 你们死了以后 你们见马克思干嘛呀 我们死了要见马克思 马克思是一个洋老头 你见他干嘛呀 而且人家 马克思曾经多次的说过 这样做 给我过多的荣誉 也给了我过多的侮辱 所以人家马克思自己说的 我只是知道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咱们这还挺有意思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人家马克思自己说 他说我知道 我马克思本人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你们这些跳蚤 你们一个一个都说 我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滑稽 非常的滑稽 我再给他念一遍 人家说我播下的是龙肿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肿 我收获是跳的 你说开完 开不开不开完要 好 好 下次再见